明珍第十一 相传从前宣元皇帝在车厢上 几岸上刻下明文 用以帮助自己警惕过错 夏宇曾在乐器架上刻乐明文 表示希望听取他人的意见 商朝商康在盘子上刻写了 一天要比一天心的规劝话语 周五王的护和习四端写了必须警戒的训言 周公把说话要谨慎地告诫刻在金人的背上 孔子看到了七七 脸色大变 可见 略为古仙圣人重视戒语的作用 由来是很久远的 明就是名称的意思 观看器武必须端正他的名称 证定他的名称 审明他的警戒作用 目的在于美好的德性 春秋时鲁国的大夫 当武仲在论名字时候说 天子做明是为了赞扬他们盛大的美德 诸侯做明是为了祭述他们的功勋 大夫做明是为了称颂自己的牢记 下于把九州贡献的同主造成金顶 周五王在宿慎市上 贡的护剑刻字 这就是属于天子 颂扬美德的事情 吕望把功勋明刻在野将昆吾铸造的金板上 众山俗把他的大功刻在缴获的器物上 这就是属于诸侯 祭述他们的功勋 晋国的将领 魏科的功勋被寄刻在晋景宫的钟上 魏国的大夫孔礼的勋迹被名表在魏顶上 这就是属于大夫称颂自己牢记一类名文 至于飞连得到天赐的刻有名文的石棺 魏灵公夺得坟地 得到阴间加封的嗜好 他们的名文从埋藏在深幽的地下 发掘出来 哎 可真奇怪啊 战国十兆武陵 王在番无山上刻乐上自己的尤宗 秦昭王在华山上刻画棋局 用荒诞夸张的刻石给后代人看 哎 实在可笑啊 详细观察了众多的例子 明的意义就可以了解了 到秦始皇在山上刻了范宋秦的功德的名文 他的统治虽然暴虐 但这些名文的文词颇有光德 而且也有通达势力的好处 到了汉代 像班固的燕燃山厄石名 张厂的西越华山唐雀悲鸣 名文的内容也很丰富了 蔡庸的名文 可说是独观古今 他赞扬乔玄的黄岳鸣 行文仿效尚书 但是他为周牧做的顶名 完全写成了繁体的碑文 是他擅长写碑文而陷进去了 至于如像冯言写的各种器物的名文 虽然是模仿武王的武王建作周明 但所说的内容和各种器物不相符合 详略也不恰当 崔音的名品评各种器物 多半美而少劝戒 李游作的名很多 但意义浅薄而闻词琐碎 像师归名谈的干补吉凶的神灵之物 理由却把他置于讲戏完的围棋名字下面 权衡斗名谈的是衡量器物的事 他却把他放在有关储旧的旧储名字后边 对器物名称品必都没有考虑好 怎么能熟悉事物的道理呢 魏文帝曹丕的剑名 名刻在九剑宝器上 宝剑宝刀虽锋利 可惜文词平顿 唯有张载的剑阁名 作者文采清丽 向骏马奔腾 后来居上 晋武帝司马炎照令 把他的名文刻在民山 汗水之间的剑阁山上 可以说是得当的 针就是针的意思 用它来针边过失 防止后患 用脂肪疾病的时针来做比喻 这种文体的兴起 盛行于下 商周三代 下商两代的针文 还保存着少数残剧 周的大使新讲 他的百官针散失了 只存有愚人之针一篇 文体格式和针边意义已经完备了 到了春秋时代 这种文体衰微下去 但仍没有断绝 所以魏将还用愚人之真理的后裔师国的事来讽券进军 楚庄王还用民生 在秦的话来教训民众 战国以来 各国都抛弃先王的德政 力求有功 明文取代真文而兴起 真文便枯萎断绝了 直到西汉末年的杨雄基讨古代文章 才开始模仿愚人之真 做了青隐 周牧等二十五篇真文 到东汉的崔寺 崔苑和胡广又加以补充 连同杨雄的真文一起 总称作百官真 这些真文 根据各种官位 指出他们所应警戒的事情 像镜子一样可以借鉴 确实是追求上古的好风气 在仰慕新甲的做法了 至于东汉末眠潘絮的福洁真 恶药而食之余肤浅 东晋温桥的士臣真 广博而食之余繁琐 西晋王继的国子真 文多士少 西晋攀谜的成余真 意理正确但文体无杂 所有这些继续的创作 少有能够写得恰到好处的 至于东汉末王朗的杂真 把头巾、鞋子也写进去 虽然能得到他的警戒 谨慎起来 但是写的方法却不恰当 虽然杂真文词简约 意义恶药 效仿了周武王的名文 但其内容里 谈到水火警告一类的真文 文词繁杂 把写真文的目的意义搞偏了 真是官用来诵读 访见君主的 明是提刻在器物上的 他们的名称虽然不同 但引起警戒这点上 是一样的 真完全是用来制止过失的 故文词依靠准确切实 民间有包扬和赞颂的作用 故文体以宏大温润为贵 无论写作明何真 引用势力 一定要何时而辨明 作文一定要简练而深刻 这是大的方面的要求 然而因为说直话的风气 已经丧失 在器物上 特写明文技工的制度 又久已沦亡 因此真明这两种文体 很少用到了 也就很少施行于后代了 虽然如此 掌握文词的作者 也应当斟酌吸取他们深远 宏大的特点 总结 明是表刻于器物上的赞词警言 真只是道德的标准规范 对这些警言铭记在心上 不要在水里只照见自己 拿起这纯正勉励的话 警戒自己的语言和行为 真明内容意义 正确才显得宏大 文词要简约方称得上善美 请不吝点赞语言和行为